好,为了要守护台湾祈求花莲和敬平安 受邦向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 从15号到19号为期15天 举办了冯来仙岛龙天竹会 争执行道令祈福法令的活动 近年来台湾天灾地变 频频发生地震 这两年当中台湾受到疫情的影响 让大家可以说是苦福堪言 为了守护台湾能够带来减少灾害的发生 由大化小由小化无 能够无灾无难 让台湾能够回归到正常生活 求求花莲疫情能够控制稳定 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 从4月15号到4月19号共计5天 在花莲县首封乡封平路三段六项五支三号 举办冯来仙岛龙天竹会争执行道令法会活动 理事长张天保 民主长尤静皇委员以及先姑们 凤子冬方母公来办理法会活动 在我们中华冯来仙岛道教会 在我们受奉价来办理这厅的生活 这厅的生活就是要让我们 冯来仙岛道教会这些委员来到三天 要去祈求我们的国台民安 逢条乌孙 这厅的疫情可以慢慢趋缓 让大家可以过到正常的日子 来这里所有到三天的这些委员 我们会完工以及我们的副理事顶 我们的毕书顶 以及这些会完理事禁事 大家都可以有身体健康 万事留意 让他们日日进宅日日生 李治党在内部表示 台湾第一人节 有四条龙黄暴着台湾 来守护这美丽的宝岛 东部有清水断崖 北部有金山 西部有湖面 南部有珊瑚礁 据说在这里 台湾人民可以说是相当的幸福 希望透过东方目光的慈悲和发愿 守护这美丽台湾 消灾解恶 趋温除愈 让疫情早日结束 人民安和热力 记得终于是分享不到